持续来关心高雄市的狂犬病防疫工作 就在市府额外采购的疫苗陆续到位之后 现在呢 针对宠物的整体施打率目标 是定在大概是85%来提升整体的防御率 而现在呢 市府的农业局动保处相当的贴心 因为他们要针对家中有宠物 但是行动不便的障碍者或是独居长辈 提供到宅服务的专案 而另一方面 第一线的防御人员 也已经陆续分批来施打人用的狂犬病疫苗 针对宠物进行的狂犬病疫苗 施打工作持续进行 要扩大整体施打率 市府农业局拟定计划 要为加油宠物却行动不便的身心障碍者 或独居长辈 提供到宅施打的专案服务 近期内大高雄地区的宠物疫苗 整体施打率将已到达85%为目标 而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也陆续注射人用疫苗建立防疫防线 目前在高雄市 确认狂犬病阳性幼欢个案 已经出现在包括美农 田辽 燕巢 阿联及六龟区 市府提醒民众 除了配合疫苗施打工作之外 还是要遵守不接触野生动物等四部医药原则 携手做好防疫工作 港部新闻综合报导